好 今天才发生了有消防弟兄为了救火不幸丧命 但是另外一个状况 来看到也有消防人员他们救火救命 还差一点被民众索赔 发生在上个月30号的晚间 嘉义发生了一起火警 两户民宅之间的木造板模 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那消防队员就从民众的住家拉水线去灭火 没想到火灭了 但民众却觉得这个水线造成他的屋内大烟水 消防队要去赔偿他的家具损失 幸好后来在劝说之下 屋主才放宽心 床外头大火熊熊燃烧 消防人员前进民众住家拉起水线积极灭火 只没想到火好不容易灭了 却灭不掉屋主火器 火是发生在两斗楼之间木造模板 不让火势蔓延 只好从民众住家拉水线往窗外喷 没想到屋主却认为 喷水造成屋内淹水加剧全泡汤 与消防人员发生争执要求赔偿损失 整个起火原因我们会去把它查出来 到时候当您寿室互动 你就要祈求互来申请赔偿 这个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消防人员苦苦解释就火优先 该赔偿的也会赔偿 屋主这才放宽心 不过日前也发生消防破门救人 反被民众要求赔偿门锁事件 让大伙弟兄实在好无奈 民众来跟我们消防员索赔的案件 有日渐争夺的一个现象 那所幸在我们经过当下 委婉的说明之后 那民众也都能够体谅 消防表示当紧急情况发生 为了最快救援 时常会采取强试破坏手段 一切都是经过评估的必要处置 希望民众能多点体谅 接下来从文家宜报导 让我们ind这帮忙 再见